艺人高乙翔凌晨录制大陆节目《追我八十昏倒》 疑似挑战项目强度过大 紧急实施CPR10分钟后送医不治 抢救无效身亡 原定明28日在台出席活动 本来可以看到他久违在台湾帅帅亮相 现在品牌方也发表声明暂停举办 据悉原本品牌方和工作人员都联系不上高乙翔 已经做好不会出席的心理打算 法讯息通知媒体明日记者会照常 举办没想到却是等到申雇消息 品牌也立刻更改通知 我们刚刚获知一个不幸的消息 人头骂品牌至有高乙翔 因大陆录影时的意外 不幸促使 台湾人投马尾表示对品牌至有的哀悼 在此宣布明日记者会暂停举办令人相当惋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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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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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